黑枣跳崖殉情,影子万分悲痛 安葬了黑枣之后,影子感觉到仿佛有人在窥视着自己 魏央收到白雪回信,信中劝解魏央 咱俩只是没结婚,又不是分手不爱了 别瞎想了,没事,没事 你现在根基打牢了,挺好的,好好干吧 我现在过着清静的生活,也是蛮不错的 不能陪在你身边,好好照顾自己哦 同时发来了两封信,白雪真懂魏央啊 知道他想要什么 第二封信里面,便是对魏央来说的重要消息 魏国在河内集结大量兵力,不知道要干谁 如果目标是秦国,对变法大不利,早做准备 魏央立马把消息上报孝公 孝公说,你咋看呢 魏央说,各国都在变法 魏国几十年的霸权正在滑坡 现在坐不住了,想打一仗,挽回局面 不知道要拿谁先开刀 孝公说,如果现在这时候干秦国一下子 可够我们喝一壶的 魏央说,除了旁娟,倒是没人想打咱秦国 孝公说,他可以不打,咱不能不准备啊 两人分工,孝公调集兵力 魏央做好后勤准备 魏王对朝臣驯化 现在是原本穷小的国家,变法变强了 比较大的国家,吞并小的国家也变强了 都不把咱魏国这世界警察当回事了 没一个事先来请示的,这还了得 现在大军我也集结完毕了 今天大家说说,先干谁 公子昂和太子申说,先干赵 旁娟说,上策是先灭了秦国 秦国现在变法还没成功 直接干翻,免得日后收拾不了 中策和下策还是先干秦 只是战法有区别 魏王一脸不屑 一个又穷又小的秦国 你咋老跟人家过不去呢 老将军龙骨也赞成旁娟 魏王就让他说说看 龙骨认为秦国变法 现在是生机勃勃 人家别的国家练兵 我都能打探到,了解其实力 这秦国练兵却打探不到 只感觉极被发灵 公子昂太子申与旁娟龙骨 两个阵营争吵不下 最终还是要先打赵国 而且让反对者旁娟做主将 公子昂太子申为副将 得到消息 魏杨火速找到孝公大喊 机会啊 此战一开 谁也阻拦不了秦国强大了 魏赵开战 其楚不会坐视赵灭 必有一国来救 楚虽叫其更强 但楚君暗沉弱 而其君明沉强 旧赵必定为其 中原开战 互相咬住 给秦国已发展的大好时机 一通分析 众人连连点头 君臣兴奋地扑排下一步安排 要放开了干 魏杨变法 车银练兵 井间建新都 孝公打杂 做好扫除一切障碍的服务工作 揪揪老秦 共赴国难 魏赵已然大战 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 赵国求救于齐楚 两国不见动静 孝公看得一头雾水 魏杨来报 得到白雪的可靠消息 齐国已集结兵力 田祭统兵 然而 赵国不大伤元气 齐国岂肯相救 这时孝公恍然大悟 并嗤之以鼻 我齐人傻 这些花花肠子得学学了 齐军十万旧邯郸 被魏军拦截而退 另外十万却猛攻魏国大梁 也就是今天的开封 魏杨分析 齐国还应有后招 如此大战 齐国不会不用孙殡 果然 齐国用孙殡为君使 孝公也发觉 重大消息都是白公子传来的 这位白公子至于秦国有恩 至于魏杨也定是举足轻重 却浑然不知 白公子却是媚赴魏杨的女朋友 齐军猛攻大梁 旁娟只得率军回救 魏杨分析 齐军必会在旁娟回救途中 桂岭截杀 果不其然 魏军在桂岭损兵十三万 使得中原格局大变 这就是著名的 唯卫旧赵的故事 也是孙殡的典型战力 经此大劫 齐王谦逊地问证孙殡 齐国该如何强大 孙殡之言 像魏央在秦国一样的变法 齐王本来自明得意 齐国的变法 可孙殡说 你这只能说是整顿 不能称为变法 齐王要拜孙殡为相 孙殡只是兵家 没有治国的才能 所以推辞 只告诉齐王 他预感到 秦国要强大起来 孙殡视察新军 谦夫长难选 得知目前只允许老士族 作为人选 亲自海选 打破惯例 因此很快 从奴隶中选拔出了 众多的优秀人才 作为将军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本集完 欢迎大家订阅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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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